哎 哎呀香啊 我最近就喜欢喝这种热茶 很舒服 天很热 喝这热茶舒服 天凉了喝热茶更舒服 这个红茶就是很滋润 滋润 这是我们贵州特产好茶 哎呀 这名也特别浪漫 叫离平动情时光 什么动族的动啊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 对 西 动情时光 你看这里可以读这了 赶快读 读读 还有多少单导演 万一一会小孙女 没有时间发会了 只剩八千单了 还是配合吧 配合 禅之声茶叶 一片叶子的动情时光 洞族是古月人后裔 是一个青山爱树的民族 一个喜欢唱歌的民族 一个属于水 属于月亮的民族 洞族茶文化历史悠久 自古就有种茶 制茶 喝茶 用茶的习俗 而打油茶 成了洞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禅之声茶叶 沿袭洞族传统 坚持道法自然 从茶树到茶杯 传递洞族的茶文化价值 向您展现一个民族的多彩风俗 最后一起合 分享一片叶子的动情时光 辛苦辛苦辛苦 疯神啊这一段 怎么样 配合 卖多少单 五千五百单 五千五 一共多少单 大家还是很识货啊 这个小小的一罐茶 价格真的很美丽啊 它日常价是99两罐啊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68两罐 你知道吗 雨晖 我们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表扬 我还是挺高兴的 身为一个所谓的CEO小孙 我还是挺高兴的 大家说东方甄选这次的货盘 真的给力啊 对 给力啊 因为网友是很识货的 对 说就是识货啊 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贵州地方 神奇 对 但我还是有点小失落 我以为是我们的销售水平进步了 结果只是因为货好 就是货好 货好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说话 人心血还觉得看这直播清静一点 是贵州好 货好是贵州好 对对对 是的 大家甚至想着 别说了 烦死了 锅走 对 直接全程切无人机 就想安静的购物 顺便看一看贵州的山水 运气好的话 再见到一些非常投缘的朋友 非要说话 小哥为什么给我特写 小哥给你特写 帅 帅 你看这就是昨天晚上吃饭 敬了杯茶的好处 公司还是有 今晚继续一转啊 咱有一些导演还是视野心很重的 你不像那些已经躺平了 每天就跟你作对 我相信年轻人 年轻人 年轻人啊 重用年轻人 重用年轻人 给年轻人机会 给年轻人机会 30岁以下的都叫年轻人吧 55岁以下都叫年轻人 都叫年轻人 对 余老师 刚过了青年阶段 他说你不年轻了 刚过青年啊 现在余老师是中青年啊 你看啊 少年 青少年 青年 青年到55岁 你上网可以查呀 对 55岁以下是青年啊 对 然后是中青年 然后才是中年啊 我中年应该是 75以下是中年 了然啊 然后是中老年 然后是老年 我现在理解了 对啊 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你不让我早恋 你还是青少年 对 你早恋 稚嫩的 对对对对 把握不合 来 再来一杯 还有吗 这茶 还有三瓶 还有三瓶的 再喝一杯 马上中秋了 上上一段壳装 壳装的 这个茶一样吗 一样的 同一个品牌对吧 好 这个小罐的 自己喝 或者送给这个 很熟悉的朋友 随手来一罐茶 这个 礼盒装的 隆重一些啊 隆重一些 做做客呀 拜访一下呀 来 另一盒 桂茶 红宝石 高原红茶 对 还是强调它这个 优秀的产地啊 包装很漂亮啊 很精致 很精致啊 拆一盒 拆一盒 来 拆你那盒吧 拆我这样 先给大家看一下 嗯 贵州人喝茶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贵州的饮食文化呢 就是吃辣 吃酸 然后吃野 吃糯 那这样的口味的饮食里头 如果说吃完饭之后啊 嘴中的这个酸和辣 还游有回味的时候 我们 汽上一壶茶 灼酒 清茶 是否就让原本这个相对 相对味道重一些的饮食呢 变得更加的 具有特点了 红宝石 贵茶 高原红茶 这一包是三克 一包基本上你冲一次就够了 然后呢 你看这满满的呀 对 全都是小包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因为如果是大壶的 大桶的那种拆开 你还没有喝完 后面茶就受潮了 对 就影响品质了 对 所以很多特别爱茶的人 茶收回去 他可能是要放在冰箱里那种的 对 包装很精致 很方便 精致啊 这个一共多少单啊 这个还有9000单 一共多少单 一万单 哎呦 有点拉不动了吧 我记得中午的时候 造谁 固存太小 努力一些 都给我们指定了 好 这个既然大家感受不到 这个茶的惊喜 那是这 是因为大家太久忘记了山的感觉 太久忘记了水的感觉 太久忘记了亲近自然的感觉 茶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最后一抹眷恋 说到这里 切个远景 直升飞机 放到这个山上 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夜色渐农 在夜色的笼罩下 万家灯火亮起 我相信不管是在山上 完成了一天农业劳作的 这些农民们 还是说在景区里头 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们 回到家里 鸟鸟吹烟 一定有她的那一口热饭 万家灯火 最暖人心啊 大家就这样慢慢地感受着 这样的景色 畅想着 我告诉你 我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身处在半山腰上 夜风微凉 让人感到舒爽 吹烟鸟鸟生起的地方 都是 父母归的 期待 儿女归家的 那一种惊喜 我现在耳朵里回想到 除了有远方的这个景区里 酒吧里传来的歌声以外 其实更多的都是 树枝上的缠鸣 草丛里的曲曲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 虫鸣鸟叫声了 大家应该都听过 周杰伦那个道乡 说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跌倒了 就不敢往前走 兴许故乡会给你力量 我们在 贵州的这几天里头 满满的能量感 每天清晨醒来 空气感觉让你 得到了一种清洗 这里的酸和辣的饮食 让你开了胃口 可爱的人们 传承的文化 也丰富了你的认识 开阔了你的眼界 大美贵州 七彩贵州 今天我们早上 还给大家说了 在贵州 你不仅能看到 世界上最高所架的桥 我们用力量 让天显 变成通途 在贵州 你还能见到 世界最大的这个 天文殿望远镜 直径500多米 我们用智慧 去探索宇宙奥秘 在贵州 大家见到了 那么多民族的 这个舞蹈 服饰 在贵州 你不仅可以 看见中国面孔 你还能传承 中国智慧 你在这里 感受中国力量 既然说到了 民族特色 我们今天晚上 一会儿 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让大家来看一下 不同民族 他们所穿服饰的一个 现场走秀 可能他们不是专业的模特 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 所散发的那种魅力 相信会传递给屏幕前的 每一个你 感谢大家 好 如果这个 模特们准备好的时候 镜头也准备好的时候 可以跟我说一声 大家现在在镜头前 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一会儿 等模特出来的时候 强烈建议大家 可以全程录屏 因为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十几种不同的衣服 那这些衣服呢 其实都是当地 这些少数民族们 他们每天所穿的衣服 在等待中 琪琪开始唱歌了 是吧 好 那我们把声音交给琪琪 歌声 走起来 走起来 阿耶波米阿路由来世 表不加米表亚下来世 阿门叫米阿威阿列世 阿耶波米阿路由来世 阿波米阿路由来世 在等待 chromosome 阶痕日 爱阿abel阿麻梯阿里由来世 未着便 conceived 飘不加米 绿太显日 请大 mental 阿門照明 阿威阿烈歇 威呦 阿威呦 佛勒 諾那葉皮灰色 阿媽耶美和美色 古典和鮮花不離婚 古典和鮮花不離婚 阿妹和鮮花不離婚 鮮花不離婚 鮮花不離婚 古典和鮮花不離婚 像一像般道永遠 鮮花不離婚 鮮花不離婚 像一像般道永遠 阿夜不離婚 鮮花不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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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照明 阿威照臉 鮮花不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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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场 鱼龙雪山 闪耀着雨光 羞涩理想 忍在路上 彩虞难 围起个地方 往事芬芳 随风飘扬 蝴蝶全面 歌声来流淌 独呼呼寒 行人荡漾 彩虹之难 默契和方向 风雪飞去 回忆游场 鱼龙雪山 闪耀着雨光 羞涩理想 忍在路上 彩虹之难 围起个地方 往事芬芳 随风飘扬 蝴蝶全面 歌声在流淌 鹿虹之难 路虎湖 鹿虎湖 行人荡漾 在一只难 回忆游场 彩虹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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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芬芳 随风飘扬 蝴蝶穷 蝴蝶全面 蝴蝶全面 端身在流淌 路湖湖 行人荡漾 你们点歌 在这呢 来了 来了 I pull my arm along Show you are so lying I'm unstoppable I'm a Porsche with no brakes I'm invincible I win every single game I'm so powerful I don't need batteries to play I'm so comfortable I can't end you I can't use batteries to play I can'tент I can't panic I can't control ão 금 P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想让大家通过这次机会看到了每一个民族的这个特殊之处 我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只有真正见证了 真正感受了 真正体验了 才能真正的想要去参与 想要去维护 我们经常说在这一片960万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 我们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 今天呢我说了一段话 我说你所在的地方是中国 你是什么样 中国变是什么样 你创造什么 中国变 创造什么 只要你发着光 中国就不再黑暗 大家现在看到远方这样的灯火通明的房间里 不仅生活着像刚才我们所给大家展示的各族的人民 他们有不同的饮食 有不同的文化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直播 不仅让大家感受 更重要的是 打开你的视野 世界因丰富而精彩 我们也希望以后 如果你看到了其他民族 他们不同的这个文化 他们的图腾 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习惯 我们更多的学会欣赏与尊重 我们刚才说世界因丰富而精彩 那中国就是一个因丰富而精彩的国度 这是一个极其包容的城市 大家不仅在清晨可以看到那样山林间的迷雾 大家在晚上还可以听到沿河沿岸里头 那些酒吧里人们动情的歌唱 我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非常美味的贵族的山货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喝到极其让人感觉到清新的茶 我们在贵州发现了生活的每一种可能 烟花为什么珍贵 因为烟花易事 青春为什么难得 因为青春只有一次 我们过去感慨过很多东西的好 是因为它无法复制 贵州的好好像也无法复制 好像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都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 能够包容万象 所以这是贵州难得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带家人带孩子 一起来看一看这里 城市的灯火都已经亮起来了 河流沿岸的歌声也已经传起来了 家里的饭菜也已经烧好了 就像所有的河流注定要归入大海 就像所有的鸟儿注定都要归巢 远方的游子也终有一天要回归故乡 如果你的家里在西南 在云贵高原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梯田 茶园 熏肉 辣酱 稻米 还有家里给你酿好的那壶啄酒 如果这一切让你感到流连忘返 如果这一切时常在你的睡梦中出现 朋友们 多回故乡 镜头 切回来 我们下来把小石Thanks 再来把小石 alta 装饭